第五集 去厕所要经过换洗台 换洗台上有面大镜子 张超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刚走到镜子处 吓了一大跳 再看原来镜子里的是自己 微微松了口气 他打开了厕所的灯 一步朝厕所里面迈了进去 进去之后才发现毫无异常 再看那小窗户 好像窗户外挂了个什么东西 张超打开了窗户 伸手拿进了一条 全身顿时冒起了一阵寒意 他手里拿着的 竟然是一口 巴掌大小的小棺材 打开小棺材的盖子 里面什么都没有 稍微思考了一下 大怒 哪个畜生居然开这种玩笑 张超跑到盖洗台 一把拉开了玻璃 朝外面看去 外面是草地和灌木群 黑乎乎的一片 足有半亩面积 这些灌木和长草 长得有一两米高 他们寝室虽说是一楼 但因为地基建的高 窗户离下面的草地 足足有两米半 这么多灌木和长草 人要躲在里面 当然是看不到的 这小棺材 百分之百是人搞的 哪有鬼怪搞这玩意儿 张超心里极其恼怒 说不定这人还没跑呢 就躲在草里边 非要揪出来揍你万死 张超爬上了窗户 虽有两米半高 但他心一痕 还是跳下去了 幸好下面是草 没摔腾 四处寻了一圈 哪里有什么人躲在草里 寻了好几遍 始终一无所获 最后只好又回到寝室 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 张超没课 一直睡到九点钟才起来 玩了一会儿游戏 到了中午 去隔壁的一二一寝室 找林阳 一见面 张超就说 老林 快跟我来一下 说着就拉着他走 干嘛干嘛 你又见鬼了 林阳被他拉着 一脸不满 张超拉到的寝室 压低了声音 老林 有人要整我 整你 你何德何能啊 长得又不帅 又没啥性格 还是个胆小的熊样 谁会费功夫整你啊 张超拉开抽屉 拿出了巴掌大的小棺材 你看 这啥玩意儿 林阳好奇地接过来 棺材 就是这小棺材 林阳仔细地端讲着 工艺很不错啊 谁送的 送棺材 升官发财 挺有创意的 创你码了个痞 昨天晚上两三点钟 有人敲侧子的玻璃 我去看的时候 人已经跑了 就留下这小棺材 这他妈的也真够损的 不知道哪孙子搞的 林阳眉头微微皱起来 半夜两三点 敲厕所玻璃 你看到是男是女 要是看到就不用找你了 这孙子真够极品的 居然在伟豪刚刚去这会儿 用这东西来吓我 你不知道是谁 那你找我干啥 你当我诸葛呀 能猜到谁整的这事 你还有没有一点意气啊 前天伟豪刚走 昨天晚上一出声这么整我 你就说这种话来打破我 林一昂笑笑 把手一摊 那小生我也是束手无策呀 别说那没用的 我是让你帮我想想 最近呢 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林一昂死锁了一下 嗯 你这小子整天我寝室 能得罪什么人 况且得罪了 也不会干这么缺德的事吧 不过嘛 我说 你小子何德何能 找了我表妹 白秋是京韵的大美女 喜欢的人多了去了 说不定 情敌故意想吓你一下 这么说 倒还真是有可能啊 不过 我没听白秋说起过 谁在追她呀 猪才会告诉你 谁在追她呀 张昌无语 林一昂顿了一下又说 好了 别想这事了 下次抓住了 我帮你一起揍她 哎 对了 听说下午好像有个 心理学女博士要来找你 找我 找我干嘛呀 找你 当然不是觉得你帅了 你老疑神疑鬼的 人家是把你当成精神病案例 边治疗边写课题报告 我去你娘的 你才神经病的 快说 到底找我干嘛呀 哎 不是韦豪刚走吗 你又在现场 说是学院安排 给你当心理医生 辅导一下的 口屎 我哪门子心里不正常了 哎呦 做个行事嘛 大家都以为你受了大刺激 学院领导 自然要安慰人 安慰你一下 做做样子 你也配合一下嘛 行行行 就当浪费一下午好了 到了下午 张超还在林阳的寝室玩耍 寝室门开着 咚咚敲了两下 刘老师和班长吴宇走了进来 林阳站起来招呼 领导来视察 欢迎欢迎 刘老师看着张超笑了笑 张超啊 学院领导知道你前天晚上经历了一些事 所以特别安排了一位心理医生 来给你做个辅导 怎么样 张超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出 笑着说 好啊 我也想看看心理学博士长啥样呢 就长我这样 门外 一名女生走了进来 这女生身高一米六多 体型也不错 脸蛋微微显肥 皮肤倒是很好 看起来不算漂亮 更不是白秋那种看上去一眼就会发亮的女生 但也绝对不能说难看 应该说身材不错 长相中等偏上一点的女生 林一阳笑嘻嘻地走过来 调侃道 嘿嘿 没想到学姐这么漂亮 这么漂亮还博士啊 女生腼腆一笑 刘老师说 林一阳 你就老实点呆着 别人又不是找你的 你乐什么乐 哎 张超 你小子可要把持住了 嘿嘿 说着 笑嘻嘻地出去了 刘老师介绍了一下 女生名叫陈荣 是心理系的博士生 又嘱咐张超 好好地配合一下 让他们两个单独去 123寝室聊聊 随后刘老师就和吴宇离开了 到了张超的寝室 陈荣走进去之后 居然主动地关上了门 张超不免有些尴尬 学姐 这门还是开着吧 要不等会儿那林一阳 又要开我玩笑了 陈荣自己拉了一张椅子 坐下来 对张超做了一个 有请的手势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这么说来 张超心里一想 是啊 他一个女生都不怕 自己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于是就放心大胆地坐下来 学姐 实话实说吧 反正我心里没有问题 你啊也是力行公事 咱们就速战速决 你也快点敷衍一下就行了 陈荣 微微摇头 你直接叫我名字好了 虽然是力行公事 但我也要尽职尽责 况且 心理辅导 一般都是分很多次进行的 一天辅导 效果并不明显 张超张大了嘴巴 一天还不够 具体的 还得看你的心理情况 学姐 就算我有什么心理问题 您是大德高僧 一句话提呼灌顶 直接点话我得了 费这么大劲干嘛呀 那你想怎么样 那 你是力行公事 我呢 也没这方面的需要 咱们好聚好散 随便聊几句就行了 那可不行 你前夜亲眼见证了自杀 而且自杀者 是你寝室同学 你也应该知道 行为是有传染性的 万一你 当然 谁也不希望这万一 但是万一情况发生时 我只问你做心理辅导的 不是很失败吗 说不定 连博士学位都拿不到了 诶 陈容老大 你这也太自私了吧 为了一己学位 就要徒读学弟啊 大谢 你就放过我吧 我哪看起来 像是有心理疾病的样子呀 好了 我们开始吧 听说你是宁波人 家里很有钱 你是富二代吗 哪个孙子乱长嘴的 我们家里是做生意的 但是有钱也算不上啊 更别说什么富二代了 不是富二代的学生 会买车吗 听说你开一辆现代 大姐 你也太八卦了吧 这种事都被你打听到了 现代又不是什么好车 还是我们家里人 不要的二手车 我一直停在白沙后面 那个小车棚里 只有偶尔出去才开一下 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我不过随便问问 你好像很激动啊 不激动不激动 我要一激动啊 准备你这心理学的 说我是受了前天的刺激了 我淡定 我相当淡定 那你和李伟豪 平时关系怎么样 一般 虽说住在同一个浅室 但是他性格比较内向 我们平时说话也不多 不过 对他突然离去 我还是很痛心的 但是也没有到受刺激的程度 所以啊 就不劳您费心了 你有女朋友吗 这 这有啥关系吗 我只是随便问问 有 你很失望 你和你女朋友 关系怎么样 你是指哪方面 身体还是心理啊 不过这么隐私的问题 我还是不说了吧 反正和韦豪的事 没什么关系 我不过随口问问 你女朋友漂亮吗 那是相当的漂亮 这儿的人都知道 她是白沙大美女 还是经院的院花呢 那你觉得 你女朋友喜欢你 是因为你是富二代 还是其他原因 嘿 姐姐啊 我不是富二代 那我看你也不帅 为什么院花会喜欢你呢 你这么坦白 等会儿害我受刺激了 告别人生 你负责啊 好 那我们不提这个了 那你觉得 你最近有没有 很大压力啊 除了不考 能有什么压力啊 你再仔细想想 你真的没有 其他压力吗 张超沉吟半赏 突然眼中亮光迸发 横生地说 该不会 这棺材是你送的吧 什么棺材 陈荣似乎一脸的茫然 张超这才发觉 自己说漏了嘴 连忙地说 没什么 陈荣微微皱起了 肉嘟嘟的嘴唇 带着那么一点性感 你刚才说的棺材 在哪儿 张超想着 吓得一下也无妨 反正这心理学的 总不至于 反备别人心理学了吧 就拿出了抽屉里 巴掌大小的棺材 昨天半夜 有人把这东西 放在我窗户口来 陈荣脸上 微微露出了惊讶 接过小棺材 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又笑了起来 做工还挺精致的嘛 不是 你怎么跟林一阳 那出生一个德行啊 是吗 可能有人 在跟你开玩笑吧 不过 这玩笑开得也有点 有点大了 两人随后 又聊了一些东西 末了陈荣又说 听说你最近都去自习 不如以后 我们一起去吧 张超一口拒绝 不行 被人看到 到我女朋友白秋那儿告状 那我死定了 她性眼一向比较小 她住哪个寝室 白沙三状 216 行 那我去跟她说一下这事 这是学院要求的 至少最近这段时间 要多观察你一下 好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晚上我跟你一起去自修 张超耍起了无赖 谁说我晚上要去自修啊 我带寝室 反正寝室现在没人 和自修室没什么区别啊 如果寝室自修 和图书馆自修 效果一样 那你也不会跟着李伟豪去自修了 就这么定了 晚饭后我来找你 你手机号码多少 没等张超说话 陈荣就主动拿起了桌上张超的手机 拨了一下 学院和你们刘老师 已经将你交给我了 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去找学院领导 好了 下午就到这儿吧 张超迟疑了一下说 那晚上我可能要晚一些 你干什么去啊 等会儿啊 我去买个高功率的手电筒 再加一些装备 他神秘一笑 也不说出原因 喜马拉雅出品的《禁忌之地》 作者紫金陈 录制《咒语惊弦》 演播《西风》《茶鱼》 《瑶药》《杜歌》《刘年》《柳刚》《西州》《家木》《五一》《立夏》 第六集 吃完饭 陈荣联系到了张超 张超书报里装着很大的突起物 陈荣惊讶地问 你包里装了什么 超大功率充电手电筒 三十瓦的 你自修带个手电筒干什么 学校古装女知道吗 网上看到过 听说是个神经病女人 怎么了 该不会你要去找她吧 真聪明啊 果然是学心理的 你找她干什么 把那个神经病抓出来 供你心理辅导 省得你来烦我 喂 你真要去找古装女 你怕了 张超露出得意的笑容 她可不打算把前天晚上自己被古装女吓得半死的事告诉她 陈荣依然不解 是神经病女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好端端的去找她做什么 黎尾好死的那天 陆 她赶紧闭上嘴 知道警察和老刘都说过 这话不能乱讲 陆 你在路上见到过她 你在路上见到过她 是啊 你要是怕了 就别跟着我 你不怕 单子有那么大吗 没有金刚钻 不懒此起活 这手电筒只是照明工具 我还有其他装备呢 陈荣无语地摇了摇头 骑上自行车 跟她一起去自修 可车子骑到食堂西区那边 张超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往南边的马路上骑去 你不是去自修吗 我去医学院图书馆自修 去那儿自修干什么 都没几个人的 因为只有在那儿 才能找到古装女 这回我非揪出这个神经病 你为什么非要找她 张超要找她 一是因为 她心里始终对李伟豪监控录像的那双脚 耿耿于怀 另一方面 这鬼东西前天吓了她一跳 作为理科生 她并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非得搞个明白不可 况且她买了装备 至少现在是不怕了 两人从西区沿着起针湖 一路向前骑 现在还是早春 太阳下山早 此刻余晖未尽 照得起针湖 波光凛凛 甚是好看 骑着车 张超信口道 英雄配美女 倒霉男才找心理女 陈戎微微一笑 淡定地当她放了个屁 很快放好了自行车走出来 此刻天空还是亮着的 张超抬头看了眼上面的教学楼 还有教室亮着的灯 显然还没下课呢 自然找不到那古装女的踪迹 两人进了图书馆 今天图书馆里 人更少得可怜 只有寥寥十余个学生 相信不少人都听说了 大前天的事 暂时不来这自修了 张超和陈戎 自修到了九点钟 她今天本意是想找 古装女的 也无心自修下去 就喊陈戎走 两人走到后面的教学楼 张超并没有打算去拿车 抬头看了看上面 黑乎乎一片的教室 深深地吸泪口气 没有古装女的身影 你真要找到神经病 可神经病 也不是天天都出现啊 你怎么找得到 捧捧运气吧 你敢不敢跟我上教学楼 你们生科的 做的都是动物实验 应该是在西区科技楼那里吧 我们心理学 虽然是理学院的 但有些课程 和医学院是一样的 我来这儿 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呢 那老陈 咱们就上去吧 陈戎显然 对他喊自己老陈很不爽 嘟了嘟嘴 望了眼这学弟 跟着他一起上去 张超从包里 拿出了那个 手提的大功率电筒 又拿出了一根 短棒一样的东西 陈戎奇怪地说 这是什么 电机棒 两千伏的 你疯了 就算别人是个神经病 你把人电死了怎么办 嗨 我有分寸 你放心好了 这是安全电机棒 虽说电压高 但死不了人 再这说了 这只是以防万一 我可不会随便用它 你先收起来 我再跟你上去 张超看了他一眼 陈戎又用 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必须 张超无奈 只好将这六百多块钱 咬牙切齿 才狠心买下来的 电机棒 放回到书包里 不过 他拉链一端 开着一个范 以防万一 能够快速拿出来 两人走上了二楼 周围一片寂静 楼道里黑乎乎的 只有外面的路灯 微弱地照进光来 单走廊两端的 南北楼梯 都是一片漆黑 远处马路的另一边 是还没有开发的 茫茫沼泽田 荒芜一片 要是宁神盯着那看 总会让人 有一丝丝的寒意 陈戎紧紧地跟着张超 张超并没有 打开手电筒 怕打草惊蛇 这时陈戎 微微地拉了一下 张超的袖子 张超惊得一跳 随即压低了声音 狠狠地说 大姐 您要死啊 你胆子挺小的嘛 别扯得没用的 你声小一点 小不轻一点 跟着我 我帮你没事 突然张超凝神起来 低声地说 什么声音 陈戎见他不想开玩笑 也屏息听着 过了片刻说 什么声音也没有啊 张超深吸了口气 好像又没了 可能是外面的建筑工地吧 瞧你那样 还敢照顾庄女呢 张超不理他 站在走廊的一头 快速打开了手电筒 往另外一头一照 空空框框 什么也没有 走 张超招呼了一声 继续向三楼走去 还没上三楼呢 张超又突然停下来 低声地说 快听 什么声音 波波 波波 每隔个三四秒钟 都会响起两声 波波的声音 在这寂静黑暗的楼道里 显得格外的恐怖 这一回 陈荣也听到了 好像 好像是在敲门 是在上面 你跟着我 张超压低身子 悄悄地向上走去 走到了四楼 这声音还在响着 走到了五楼 声音依然还在响着 毫无疑问 声音来自于六楼 六楼 又是六楼 张超面容上 忍不住紧张起来 他们两人站在五楼 一声不吭地 听着上面传来的 断断续续的啵啵声 张超和陈荣 都不由地 微微变色 张超使劲地摇了摇牙 低声地抱怨 都怪你是个女人 要是林一阳在 我们早就一南一北 两边跑上去 堵住上面的人了 你怎么知道 那上面一定有人 不是人 谁会在敲门啊 说不定 是什么东西在想呢 或者也不一定是上面 可能是其他地方 声音这么轻 也听不清啊 再说了 你要正敢和林一阳 你被一南跑上去堵着 那你现在就到 南边楼梯上去啊 我还是在这边兜着 不就行了吗 我 张超想到 自己要一个人 走到另一头的楼梯 跑上去堵着 他还真没这个胆 虽说陈荣是个女人 真要遇上什么危险 也不顶用 但是 有个人在身边 就能大大的壮胆 要让他一个人上去 还是洗洗睡了吧 犹豫了片刻 张超说 我们一起上去吧 你是在求我吗 别废话了 咱们快上去 当即 两人再小心翼翼地向上走去 可刚走到五层半的楼梯时 声音戛然而止 张超犹豫了几秒钟 快上来 他一口气跑上了最后几节楼梯 却没有直接跑到走廊里 而是脑袋缩在了墙后 对着陈荣做了个手势 让他赶紧过来 陈荣笑了笑 跟着走了上去 有人在身侧 他放心多了 手中紧紧地握着电筒的开关 然后身体跳出 站到走廊的中间 打开了开关 顺着走廊照了过去 走廊里 空空如也 张超长嘘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 突然 电筒灯光所及的最远端 走廊另一头的白色墙体上 一道身影转过身 朝楼下走去 安安静静 走得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而且那身影 本来就贴在走廊尽头的墙上 转头走的时候 张超只感到白眼一晃 视线里唯一看清的 就是那身影后台的那只脚 黑鞋子 张超慌得后退两步 怎么了 陈荣好奇地走过来 看着整个走廊 空无一物 张超有点结巴 你 你没看见他 看见什么 陈荣一脸的不解 张超气喘吁吁 白衣服 黑鞋 女人 走过去了 白衣服 黑鞋 女人 陈荣又看了看 抬到窗户口 往下面看了看 哪儿有什么人影啊 转身道 你看错了吧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啊 她是没有看清楚那人身影 但后抬起的那只脚上 分明穿了一只黑鞋子 她丝毫不相信视觉幻觉之类的 她看得真真切切 此刻头脑十分清明 陈荣表示 对她所说的难以理解 张超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们 要不要过去看看 我随便你啊 反正我是不怕的 我更不相信 什么鬼怪之类的东西 张超真想仰望苍天 感谢一声 原来无知的女生更可爱啊 她和陈荣一道 一起沿着空气的长长走廊 向前走去 这走廊 足足有六十米长 中间是三间最大规格的那种教室 不过那三间教室 都是铁门铁窗锁起来的 张超不禁问道 对了 你不是来这儿上过很多次课吗 这三间是干嘛的呀 说出来怕吓到你 医学院放尸体的 嗯 不过最那边一间 我倒是不清楚 以前听上课的同学开玩笑说 自从医学院 从湖滨校区搬到紫禁港 医学院的大楼都造好后 尸体库也搬到了这里 不过一般的实验 都是从这两间房里拿标本的 有人开玩笑说 从没见过第三间教室门开过 还说那房间 晚上会传出女人唱歌 如果是其他系的女生 估计啊 一定会吓到了 不过学医的女生 都敢对着尸体吃饭 哪还会在意这种鬼故事啊 可张超听完 去脸色沉了下来 女人唱歌 喂 你比女生还没用啊 不是 你不知道 李伟豪那天 她 她就一直说 听到女人唱歌 陈荣看着她 似乎并不能理解 这么玄的事 张超又缓缓地说 其实第二天晚上 我也听到女人唱歌了 陈荣还是不解地摇了摇头 唉 看样子啊 我对你以后的心理辅导 还要加强啊 张超知道 她没有经历过 难以理解 就像她没有经历过时 也难以理解女人唱歌 凡是 我有真正经历了 才能体会到那种情绪 哎 你说刚才看到人影了 你是要继续追下去呢 还是要回去了呢 张超看了眼楼下 也没有见什么 白衣服的女人身影 又看看这被电筒 罩得通透的走廊 显然再无人影了 有些失望 也有些庆幸地 望了眼楼道尽头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等些时间我再来看看 不过 刚才那敲门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我说 一定是其他地方的声音 隔了远了 听起来像楼上传来的 巧合罢了 走了 张超点了点头 和他一起下楼回去了 一路上 没有过中间 起真湖的那条路 而是从西区 最西边的那条马路上经过 张超一边骑车 一边心不在焉地 望着西面树影斑驳的沼泽田 想要寻一下古装女的身影 但最后是毫无所得 他也觉得 自己其实是夜宫好龙 想要弄清楚 究竟这古装女到底是谁 和李伟豪的死 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怎么都不能相信 李伟豪是自杀的 但监控录像上 只有李伟豪一个人 除了之后的那双鞋子 莫非 朕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埋藏在了这片土地的下面吗 好 好了 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我现在想要下一个人 我现在要死瘍了 但是我现在想要死瘍了 但是我现在想要死瘍了 要死瘍了 有什么神秘的东西